交换经验 讲演 犯罪了吗 文 你都傻技 情色版点会开明 青春就是这么一回事 中学时期最有胆色 也最以一幕效应上 老我竟然在学校礼堂里 跟当时的小女友角了 为了重现周杰伦构想出的世界 一天午饭我相约 小女友在礼堂门外等我 礼堂没有人 也没开灯 不过门就是没锁 我拉着小女友的手 战战兢兢地走进礼堂 步上礼台 走过大布莲 坐在三角琴前 背着那空空如也的礼堂 我弹琴给她听 她似最乐的 依着我的肩膀 挽着我手臂 脸红红地笑着 还不忘在我完成演奏后 清了我的脸呢 礼堂虽然黑 却清楚看到她的脸 感受到她的体温最 看见她那褥罩 从那白色的续伤中 若隐若现 毫不诱惑 她亲了我脸呢 我们开始时稳 舌头往对方滑溜溜地 深处卷动去 愈稳愈激烈 然后 我的手开始往她那 丰满的乳房上搓 她也竟然像女优 一样衣扇着 我开始缓缓地 解开扭扣 一里 两里 三里 那乳白的乳房 开始慢慢出现在 一扭的空隙之间 毫不诱人 轻轻地打开 她的衬衣 妈的 她竟穿了白色的乳罩 我开始轻轻地 拉开她的乳罩 调皮地玩弄地 她那颗钉子 她抱得我很紧 还不忘伸手抚慰 我的小弟弟 我以为当时的世界 只剩我和她 我以为这个结尾 可以用不止 妈的 一个相公竟然进来了 我轻扶着小女友的头发 紧抓住她的手 叫她别作声 毫不紧张 看见相公别过头去 我再没说啥 就拉着小女友的手 从三角琴旁便使劲地出去 穿过漆黑的礼堂 抛过走廊 汉客室 我们跑到后楼梯去 我们凝视着对方喘气 我们待望着对方傻笑 我们交换了一声 我爱你 每当我跟有人谈起这个故事 他们都总会不弱而同地喊着 好浪漫 但是想 若根本我俩没脚眼 故事可能还更少一点浪漫 欠缺了时间上的空间 欠缺了物理上的空间 受制于囚牢式的非人性化管制 小情侣只得躲在小礼堂里 凭着气息探索 躲在被欲未坠落的黑暗隐蔽处 交流着这种最为新鲜与陌生的爱 没有人会怀疑我啥 大家迫不及待说很浪漫 大家都知道我们相恋 大家知道 其实事情就是那么简单 当我从客居 typical quê 怀疯我 你要讨厌